大家好,我是小鱼 豫章书院的事情爆发以后 我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从站出来的那一刻起 质疑就没有停止过 营销号,蹭热度,炒作 甚至有人说我们这么做 是最廉价的正义 但是我深知 只要是在网络上 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质疑 连曝光豫章书院的志愿者们 都在一直遭受质疑 但是我并不会屈服 因为我也是一名志愿者 我知道那种在网络上发出求助 但是没有任何回应 石沉大海的无助 三年前 我选择在微博上曝光 民族百万资产解冻组织 但是石沉大海 我看着这个组织 甚至发展成另一个组织 无论央视和各大媒体如何报道 仍旧有很多人沉迷其中 其中就包括我身边的很多人 两年前 我在微博上曝光东旺集团 这是一个号称慈善的组织 但是其背后的势力太过庞大 我们只能组织受害者家属 商讨营救 除了是志愿者 我其实也是一名受害者家属 当我们试图在微博上求助的时候 往往没有任何热点 所以当我看到豫章书院的志愿者 他们的现状感同身受 我明白那种无助 他们多么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希望 每个被质疑是蹭热点和炒作的up主们 自信自强 意味着